各位學員,大家好 這是一輛手排車 手排車它有三個踏板 最右邊的話是油門 中間這個是煞車 那我們是用右腳控制我們的油門跟煞車 你千萬不能用你的左腳來控制煞車 它是只有用右腳操作 油門、煞車 好,那我們注意看一下 我們腳跟著地嘛 那踩的位置呢 就在我們腳趾頭下的這個地方 不要這樣踩 這樣中間踩,這樣會不好踩 這樣子是懸空踩也不好踩 油門也是一樣 用腳尖下來,腳趾頭下這個地方踩 那 踩煞車的話也要輕輕踩慢慢踩 好,輕輕踩慢慢踩 好,那緊急煞車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車子有配備ABS的時候 你可以 踩死沒有關係 一直踩死沒有關係 緊急狀況你的車子有配備ABS的話 好,這是我們的煞車部分 那我們車子的煞車有兩個 一個是腳煞車 一個是手煞車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手煞車部分 那腳煞車是鎖住四個輪胎 那手煞車只負責後面兩個輪胎 它是輔助而已 所以你要減速的話 不能以手煞車去減速 好,接下來我們介紹離二氣踏板 離二氣踏板就是最左邊這個 踩的時候踩到底 放的時候慢慢放 好,要慢慢放 起步的時候慢慢放 好,慢慢放 每部車的離二氣的摩擦點 就是說它要拉動車子那個點不一樣 有的放一點點它就動了 也都放得比較高 也都甚至放得更高 就是它離二氣磨損的程度不一樣 就會造成它每部車的那個 放離二氣的時候 它的摩擦點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選人換車 比如說今天開A車,明天開B車 那我覺得很難開 就是它的摩擦點不一樣 造成選人很難開 每部車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慢慢放 抓它的摩擦點在哪邊 每部車都不一樣 底下就是我們 手排車腳踏板的那個介紹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手煞車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手煞車部分 那現在是手煞車拉緊狀態 那手煞車是負責後面兩個輪胎 它是鎖住後面兩個輪胎的 好,那我們手排車呢 要停車之前呢 就是回空檔拉手煞車 那之後再排入一檔 為什麼排入一檔呢 第一個保險就是手煞車拉住 排入一檔的話 就是它有入檔的話 車子是不會動的 所以它是兩個保險 所以手排車啟動 一定要踩離二氣 踩煞車 確定回空檔 你再啟動 好,那手煞車怎麼放呢 稍微往上拉 稍微往上拉 提高 提高你這個示範鈕才壓得下去 好,你這樣直接壓很難壓 要稍微拉高 有沒有,拉高要放下去 那拉的時候直接拉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拉起來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怕拉不緊的話 就要用力一點 好,用力一點 那放著一樣 放著所有 稍微往上抬 提高 提高 再放下壓 好,以上介紹到這邊